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一段就告诉大家 你怎么样可以知道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资源 刚才有跟大家讲说 要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示范 第一个当然就是基隆 我稍微查一下 基隆他已经有一个生物动作性资料库 所以你只要Google打进去 它这里面来讲的话就有几个点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大概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这地方的物种大概分布的情形 这是一个我们自己本身就为了基隆而做的东西 但是我真正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所以大家只要Google一下 你就可以查到所谓的台湾生物动作性网络 这是我刚才讲到特森的 它收集了1000笔以上的这些资料库 刚才讲到你有很多资料库 它把它整并起来了 你看它的记录已经到了多少 这是1300万吗 还是应该是吧 对不对 所以跟大家讲说 这个有一个新的东西可以让大家利用 所以你可以从物种来找 你可以从资料 那我们来看资料 好 资料 所以我这边我就看 对不对 基隆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可以放到很大 然后你可以从这边 你可以正方形的 你也可以 就直接给它点一个空间 比如说我就随便点 我就这样子把它点一个这样的空间 点起来 然后下面就找 好 你看 这地方来讲的话就 好 点这贯测资料 没有点成功 抱歉 好 所以它这边就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空间的结果 好 那你这边你再点它的观测资料 好 那你就可以看到 有那么多的物种 有没有看到 你可以下载观测资料 好 它就告诉你 这边有什么 有什么样的鸟 它是在几月几号出现的 好 那它是从哪一个资料库里面的 好 像这是中华鸟会的资料 对不对 好 所以你就可以从这边 你看它总共有896笔的资料 好 有鸟类的 各式各样的资料都有 好 所以大家可以先 就找时间自己上去练习一下 好 你可以找空间 你可以从物种找 找完了以后 它就会告诉你有什么东西 什么时候发现的 然后是谁告诉我们 所以从 就对我而言 我在乎的是 最重要的是这个 它告诉你谁在做调查 对不对 所以你对这个东西 你又发现 某某单位或某某人 他长期在这边做调查 那当然有什么问题 我就优先去 怎么样 去请教他 那更进一步 我更期待的是说 各位来讲的话 慢慢你就变成是这个地方 我刚才讲说蹲点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上传到 我们的公民科学家的资料库里面 然后告诉大家 要定期的观察 那人家就会注意到 原来你在这个地方 你是蹲点 在这边了解最多的人 是不是 那就可以 有些人 他们就会找你 然后去访谈你 或者跟你做一些互动 那就某种程度来讲的话 这也是很好 互相交流跟成长的一个机会 好 所以跟大家就先介绍这边 因为这个操作不是很方便 图片就要看这个物种的照片 你可以调 它那边有放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照片 但是它是从物种里面去找 对 好 等一下 如果会后有时间 如果还有时间 再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这样跑来跑去的操作 有点辛苦 好 那其实公馆旁边的那个观音山 那个 就台大那边有没有 它那个自来水博物馆旁边 你看小小的地方 就有很多的物种 这是台湾跟人家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物种 在我们旁边 你只要对它稍微好一点 它就会出现 好 所以呢 知道有它了以后 你就要知道 它在这边做什么 所以我们的那个很多的观察 我就刚才讲到嘛 就是说你越了解它 你就越浓郁跟它有所巧遇 好 所以它来这边 是来吃饭的呢 还是它来这边休息睡觉的呢 还是来这边谈恋爱的呢 还是它就住在这里 是不是 那你越了解它 你就知道 我在什么时候 对不对 我就在这边 我就很容易看到 越是焦贵的物种 你的了解就要越透彻 好 所以你看 东西吃 对不对 蜜圆 好 这鱼狗 对不对 找鱼来吃 好 那这有地方住 对不对 这样子住也可以 是不是 是不是 你看看这个 这个鸟睡觉的时候 那个绿胸也睡觉 是不是 好 那它是不是 可以移动过来 是不是 好 特别是比较中型的 这些哺乳动物 对不对 好 那这边前面 第一个小时 就只跟大家讲说 走到这个步道 你不是只是健身而已 好 特别是在我比较自然的区域里面 步道 希望各位能够 开启你的眼睛 耳朵 好 那个 包括鼻子在内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 你过去没有看到的东西 好 那这也是要经过训练 好 那那当然没有关系 那每个人 对某种东西的喜欢的程度 或者是敏感的程度来讲 是不一样的 但是 最有趣的也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东西 跟他看到东西不一样 好 那大家在走 一样走那步道 你可以就增加很多的乐趣 而不是我只是走过去而已 好 这台湾的物种就在你周边 那你好好对待他 那你就很容易看到他 好 那你越了解他 那你也可以为他做更多事情 好 所以呢 看到他 看到他 那你关心他 那当然他就越容易被你看到 好 这是一个 先做第一个小时的一个小解 好 那第二部分来讲的话呢 就是开始 那我们就要开始进到 那这些物种给我看到 我关心生态 请问一下 对我什么好处 比如说 有人怕蛇 最好蛇都不见 是不是 最好那种有毒的东西 那个虎通风全部都消失 是不是 就是有没有需要我这么关心他 这关心对我们的好处是什么 还是这只是佛心来的 就像我看到很多流浪狗猫 然后我觉得他很可怜 我想要照顾他 纯粹只是佛心来的 还是他有更根本的意义在这里面 这第二部分要跟大家谈到 就是生态这个字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说 生态跟经济是 是冲突的对不对 对立的 所以当我们去跟人家讲 就是说 当生态跟经济 要如何取舍的时候 哪个是优先 那现在大部分就是 很多人心里面认为 经济是优先 但是他不敢说 他会告诉你说生态为优先 但是我心里面在想说 搞什么鬼 是不是 大概是这样子 但是当我们去看 这两个字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两字好像对不对 是不是 Ecology跟Economy 它们有共同的字首 这个字用它来当做它的字首 就代表这个名词 它的内涵 是不是 就是包含在这里面 Ecology就是 Large就是学问 Economy就是什么的 Equal的什么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来自同样的根源 那大家有没有想到 生态跟经济 它们共同的核心 是什么 十个人有九个人 有九个人会回答永续 不是 循环 这也是算是绝对排名前三名的 也不是 活动 你们猜不到 更核心 不是 家 家庭的意思 生态学 生态学跟经济学 都叫做新科学 意思是说 你看200年前 没这个字 在早期 有一门科学 叫做家的科学 就是 怎么样去增进你的 家庭的福祉 各位很奇怪 增进你家庭的福祉 而不是增加你个人的福祉 大家听得懂吗 人类的幸福 最小单位 是家庭 而不是个人 我想各位 应该很有感觉 为了小孩 对不对 早上起来做早餐 虽然牺牲我的睡眠 这个比较牺牲 是不是 为了工作 多赚一点钱 加班 是不是 这也没什么好讲的 所以 人类谋求幸福的 最小单位 不是个人 而是家庭 我想各位都同意 是不是 所以 为了我的家人好 我是怎么样 无所不用其极 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 对不对 在这个过程里面来讲的话 那就是 我要怎么样 为我的家人更好 这门科学叫做Eco的科学 好 那什么叫做为了我家人更好 那我们来看什么叫做经济学 经济学就是 要让我的家人更好 当然就是要 获得资源 获得资源 然后分配给我的家人 他们才会幸福快乐 如果说你 连吃都吃不饱 哪来的幸福快乐 是不是 所以要争取资源 那争取资源 后来发现 有钱就可以买到资源 对不对 所以后来就告诉你 有钱就好了 因为有钱就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资源 所以后来他们发展叫 怎么去赚钱去吧 那怎么去赚钱 大家有没有发现 里面谈到的 除了说要获得资源以外 还有一个叫做有效率的分配 所以台湾现在 GDP一直不断成长 请问一下 我们的家庭幸福 有跟着越来越快乐吗 问题在哪里 贫富不均 资源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 而不是这种 谁有需要我就给他 在我们家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的资源是 我的家里面的资源来讲的话 我是平均分配吗 不是喔 老爸也是一天一百块 老妈也是一天一百块 小孩也是一天一百块 不是 我们会认为他的需求是怎么样 然后去做怎么样 更有效率的安排 是不是 但是不管怎么样 那我就是怎么样去做好的分配 那这从家里面扩大到社会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应该越来越重视 怎么样所谓的社会福利等等之类 那这个资源来讲的话 运用在更多需要的人的身上 那有一些人他拥有资源 但是他却没有 他只是握着 他自己也没用 是不是 他只是累积起来 不让别人用 因为他已经够多了 那我们就会 这个叫做没有效率的分配 等等之类 我们看到很多囤房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房子一大堆 他也不住 他也不让人家住 那需要住的人怎么样 没办法住 这个我们就觉得 这是一个没有效率的一件事情 它不只是公平性的事情 所以他叫你怎么样去赚钱 好 又回到刚才讲到 刚才有没有讲说 那请问一下 有赚钱你的家庭就幸福快乐吗 好 这个也是很吊诡的问题 对不对 他告诉你说没有 所以在我的小时候 很多伙伴年纪 跟我差不多甚至比我长 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叫 爸爸回家吃晚饭 是不是 那原因是什么 因为爸爸都拼命努力去赚钱 所以都不回家 回家完以后 小孩子都睡觉了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家庭不会幸福快乐 所以呢 除了争取资源跟分配以外 我们希望我们跟我们家人 维系良好关系 亲子关系 然后这个夫妻的关系 到了办公室 我们就重视我们的什么 同事之间的情谊 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说 怎么样维系良好关系这件事情 对我们的幸福快乐 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正门科学 大家没有说 所以生态学跟我们想象中的 好像不太一样 所以呢 它里面来讲的话 不是这么的佛心来的 它里面带来更多 这个对我是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这是在这边大概先跟大家 先说一下 那我们先谈资源 生态资源跟经济资源 差在什么地方 没有差 资源就是对我的家庭 幸福快乐有帮助的东西 那它一共有五项东西 那它一共有五项东西 我的资源 时间 大家可以认同 时间是重要资源吗 对不对 是不是 小孩子住在学校旁边 对不对 距离的远近 那就差非常的多 对不对 那我的上班 距离我的那个距离 比如说像我这个常常跑台北 但是我怎么样 选择在桃园 是不是 在桃园住 那就我的交通距离 物质 生活物质享受 这我想大家都可以认同吧 对不对 每天吃的用的 这个东西 能量 最近那个什么 乌克兰 那个战争 对不对 那个 俄罗斯 就抓着怎么样 天然气 是不是 这是它的很重要的一个 所谓的战略物质 对不对 能量 现在要用绿能 什么之类的 我想这很重要 空间 也没什么好讲的 你住的地方 多大 配置怎么样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对不对 好 比较特别是多样性 我想各位会来参加这样的课 多多少少都听过 生物多样性 这五个字对不对 但是多样性 既然刚才讲到 不是佛心来的 那多样性 对我们人类的贡献是什么 资源回收吗 保总 保总 为什么要保总 这种我不要 可以吗 越来越少 对啊 那我只留下好的 我不要的 我把它扔掉就好了 它有相关 等等之类 好 那讲来讲去 大家都只讲到那个叫做 生物多样性 对不对 那我刚才有没有讲到 我要跟你讲 是人类的多样性 多样性这件事情 对我们人类 但有没有注意到 当我跟你讲说 时间物质能量空间的时候 你都非常有感 你都非常有感 对不对 因为你的生活来讲的话 都离不开这个东西 但是所以你可以 离不开下面这四项 你离得开多样性这一项吗 会很怪 会很怪对不对 那是什么意思 只有工具性 只有工具性 就是变成说大家都变机器人 是这个意思吗 好 那个在发明这个东西来的时候 还没有机器人存在 所以大家还没有这个概念 好 它更直接 大家没有注意到 我跟你讲说 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一点就通 因为我刚才讲说 人类就是生物的一部分 所以生态学不用什么特别学习 你只要体认 多样性代表什么意思 一样 在我们人类比较少用这个字 我们用另外一个 大家更熟悉的字 叫做选择权 今天中午吃饭 晚上要吃面 宵夜吃饺子 那我比如说有男生 特别是那个 这个 比如说高中生 每天运动量很大 我跟他讲说 老师请你吃牛排 高兴啊 对不对 好 要吃这个牛排不容易 就是 吃完了以后 然后晚上也要吃 宵夜也是牛排 早餐也是牛排 连续吃一个月都是牛排 那会疯掉 大家知道我意思吗 那难道那个牛排 还是越来越难吃吗 还是它的价值越来越低 而是怎么样 你的选择权被剥夺掉了 所以不是说东西越贵 越好 不是哦 就是我有多少选择 就好像吃水果一样 对不对 我说你喜欢吃什么 喜欢吃葡萄 所以从今天开始 你只吃葡萄 对不对 吃到最后面来讲的话 我们就会吃到你怕 原因就是这样子 那女生买衣服也是一样 你不是说都是买到最昂贵的 你至少最昂贵的衣服 所以一次买十件 颜色总要不一样吧 是不是 所以跟大家讲就是说 多样性这件事情 在我们人类里面来讲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 它告诉你 你拥有选择 我不一定要用 但是我拥有选择 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重要 物种的状况其实也是一样 不是说它对我来讲有没有用 而是你有多少的选择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 对我们人类的福祉 就是非常的重要 我不知道大家可以领会这件事情吗 所以你有没有选择前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所以越多的东西可以让你选择 你就越加的幸福快乐 就这么一次 那当然它会回到物种也是一样 那生物多样性 我可以理解到那种 就是说吃饭吃的种类很多 然后呢 这个衣服来讲的话 有很多的选择 比如我要去爬山的时候穿的 跟我要到办公室 或者是我要去在院子里面做运动 我要穿着来讲的话我都不一样 因为我的有不同的需求 但是那个物种多一个少一个 请问一下对我们人类福祉是什么 大家可以理解吗 很遗憾的 我们每次在谈生物多样性的时候 都是用佛心来的在谈这件事情 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跟大家讲说 我喜欢上的叫做什么 叫做肮脏的生态学 意思就是说我把人类真的 生物多样性真的对人类的贡献 我跟大家讲比较清楚一点 那个1992年里约那类 乳生物多样性公约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是全世界的国家元首齐聚一堂 大家手拉手说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保护地球 地球只有一个 要维持这个地方的生物多样性 听起来都是冠冕堂皇 对不对 然后门关起来 开始谈内部会议的时候 有没有再出现地球 没有都出现钱而已 这比较合理吧 国际之间只谈利益 谁跟你谈保育 所以呢 代表这里面一定有很多核心的价值 是我们不知道 很遗憾 因为我们不是联合国成员里面 所以我们没办法在里面跟人家炒钱 所以呢 我们只能把人家冠冕堂皇的东西 变成我们的教科书 这个是我觉得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他们要谈什么事情 好 讲几个故事给大家听 1970年代 东亚 日本 韩国 台湾的道士都生病 得到草双癌化病 反正就是没有办法收获 这样子 怎么办 生病就要治疗啊 那治疗要怎么治 按照我们武侠小说里面跟大家讲到的 有毒药的地方就有解药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道士没有从地球上面灭绝 代表大自然里面一定有某种机制 可以解决这个草双癌病 要不然他应该就跟恐龙鸭灭绝了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东亚的道士不堪忌 因为东亚的道士都经过高度改良 改良是什么意思 就把对我们觉得觉得对我们好的东西留下来 觉得这看起来毛毛的 这看起来口感不好的东西 我把它丢掉 那个过程叫做改良 对不对 但是有可能我们把不该丢的东西给丢了 是不是 那丢完以后捡得回来吗 捡不回来 是不是 所以那时候大家想说 这个原生的道士里面 应该有抵抗草双癌化病的记忆 所以大家要去找没有改良过的道士 笑话 对不对 那谁种那个没有改良过的道士 那怎么办 从这个事情以后才有宗旨营兰 所以大家吃足骨头了 所以就找 全世界去找 往哪边找 答对了 所以那时候挑哪里 印度 印度 那加尔克打一个不知名的山谷 就是有山猪 没有改良过的道士 还在那个地方 然后就拯救整个东亚道座 哇 好棒 大家鼓掌对不对 有人生气 谁人生气 谁人生气 印度啊 印度跟讲什么 我 穷啊 没有钱可以改良 我吃那个印度米多难吃你知道吗 是不是 我要吃好吃米 我要从你东亚进口啊 结果呢 你们东亚的这个道士生病 跑到这边找解药 我可不可以不给你 可不可以 可以 对不对 所以 生物东亚新公约在谈是这件事情 是不是 你要用我的东西 你要不要付费 应该要付费啊 对不对 没有道理 印度说 我爸不得 东亚三国的稻子全部死光 我印度米再难吃就给我吞了 是不是 结果呢 你拿去改良 改良完以后 卖回我印度的米 请问一下是比较贵还比较便宜 你觉得我印度在做算是吗 好 生物东亚新公益院在谈这件事情 大家就比较清楚了吧 是不是 好 酪梨 哇现在 大家吃酪梨 酪梨原产地哪里 不是 南美洲 中南美洲 但是呢 中南美洲 酪梨又小颗又难吃 原生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 美国有钱 改良放大 是不是 好 一颗 卖得好好 真的很贵 好 然后呢 生病 得到枯萎病 怎么办 找到原产地 看有没有办法去解决 是不是 那我这个中南美洲 可不可以跟你讲说 不好意思 我不想给你 是不是 吃我难吃的酪梨吧 全部死光好了 是不是 好 巴西咖啡 咖啡原产地哪里 非洲嘛 对不对 非洲哪里 伊索比亚 所以伊索比亚的果花就是咖啡 是不是 那时候巴西的咖啡 现在的巴西咖啡都是第二代巴西咖啡 第一代巴西咖啡全部死光 全部得到咖啡秀病 所以后来就跑去 那个 伊索比亚 然后就找到解救 这个咖啡秀病的这样的 所以第二代巴西咖啡都有这个 里面都有这个 可以处理这个咖啡秀病的 这样子的基因 是不是 那一样 大家想到那个星巴克 咖啡 咖啡 那个伊索比亚 可以一杯抽一块 这个国家 不得了 是不是 好 这个看来 那听起来都是 我们都有好处嘛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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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